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再一次给世界带来震惊 当地时间6日 在参观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枯墙时 他流着泪并伸出双臂拥抱石墙 与阿根廷驻以色列提名大使兼犹太拉比 阿克塞尔瓦尼什相拥而起 阿根廷媒体表示 除了上月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旋风式停留外 这是米莱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出访 在巴以冲突的第123天 米莱乘坐的商业航班 与当地时间14时30分左右降落在特拉维夫 随团成员包括阿根廷外长蒙迪诺 米莱的妹妹卡丽纳米莱 以及阿根廷驻以色列提名大使阿克塞尔瓦尼什 阿根廷新闻媒体Inforby称 就在米莱抵达的几小时前 刺耳的警笛声响彻耶路撒冷上空 这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火箭弹袭击的预警 据阿根廷民族报报道 尽管下着冷雨 但米莱仍受到了以色列官方及民间的热烈欢迎 尤其是当他乘坐以色列官方车辆 抵达位于耶路撒冷的枯墙时 一场米莱热潮爆发了 当地居民 游客 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根廷人 以及媒体聚集在枯墙附近 米莱一下车就受到了如同摇滚明星般热情的欢迎 人们挥舞着阿根廷国旗 穿着梅西的球衣争相与米莱合影 自由万岁 谢谢你所做的一切 哈维尔 现场群众高喊 而米莱一边微笑回应 一边在以色列情报部门和国防军的保护下 艰难穿过人群前往枯墙 民族报称 为了参观枯墙 米莱脱下了标志性的皮衣外套 身着蓝色西装 头戴黑色天鹅绒犹太小圆帽 参观完枯墙后 米莱及随访人员前往耶路撒冷总统官邸 会见乙总统赫尔佐格 以政府官网信息显示 乙总理内塔尼亚胡于当地时间7日会见米莱 内塔尼亚胡感谢米莱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 还称他为犹太国家的好朋友 除了获得本国犹太群体支持外 米莱此次出访以色列 也被阿美质疑是地缘政治压住 据Inferbi报道 与巴西 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等拉美领导人不同 米莱选择力挺以色列 这一立场震惊了拉美 以及其他批评以色列的国家 据报道 玻利维亚此前宣布与以色列断交 智利和哥伦比亚也先后撤回本国驻以色列大使 尽管阿根廷并未官方宣布将大使馆迁往耶路三冷 但以色列官方反应十分积极 据法新社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米莱的举动表示赞赏 其办公室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 总理对阿根廷总统信守承诺表示欢迎 然而就在米莱与以总统赫尔佐格会见时 哈马斯对米莱提出将大使馆牵制耶路三冷的举动 表示强烈谴责 称这侵犯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力 违反了国际法 对此民族报表示 这标志着阿根廷发出了一个强烈具有颠覆性且逆潮流的政治信号 米莱将于9日结束对以色列的访问 同时前往罗马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还将在梵蒂冈会见来自阿根廷的将皇方济各 梅洛尼曾评价米莱是一位有吸引力的人物 不过米莱曾称方济各为地球上的邪恶代表 在梵蒂冈会见来自阿根廷发出了一段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